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在这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月13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为,胡指,胡怡进老师 今天啊,胡适这个走势 又是让小伞提心吊胆 坐了一回过山车 穿了今年的新低 但是在旧式的小作文的推动下 又弹回去了 这个旧式小作文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又是西方媒体 又是外媒在传言 咱们要设立什么评准基金 两万亿 等等还有其他的这个措施 现在旧式要靠外媒 靠小作文 实际上呢 如其这样搓一板 不如一次 让它跌透 筹码充分交换 说俗一点就换一批人 每次一到关键的时候 就旧式的声音就出来了 政府没有办法 出入各种考虑 它就旧式 结果胡适越旧 问题越多 问题越多越要旧 越旧问题越多 就搞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大家都知道啊 你只要政府 不管什么形式的旧市 那都是政策底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政策底下面还有市场底 真正的市场底 比那个政策底要低啊 你在2700 你旧市 那就意味着市场底 在2700之下 你这个时候旧市 真正的新的资金是不会进的 或者少量的近一点 都是原来的那把人在里面 穷鬼杀恶鬼 抛的是什么人呢 都是那些爆仓的 胡锡进老师这种人呢 就死扣着不卖 筹码他不撒手 等你打 谈到3000以上的时候 这筹码又出来了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谁愿意去 谁愿意进去呢 我在两年多前呢 就是2021年7月底 我是建议 远离A股 远离中概股 远离港股 恐怕很多人都看过 股市资深是有问题 但是这个政府的手啊 一直在干预 让这个资本市场 它没有办法真正的 找到市场底 一次又一次的救市 每次一到3000就救市 3000以下 很多人就抄底 完了到3000上面 很多人就卖掉 实际上某种程度啊 这就是在消耗国家的资源 这就是在割国家的韭菜 这种救市啊 最终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个代价就是 股市十年如一日 就是这么烂 因为大家都摸到了 你的脉搏 这现在是 很多机构和散户 在跟政府博弈啊 它不是机构和机构之间 散户和散户之间博弈 大家博的什么呢 博的是你到了3000以下 你就要救市 要么就是停发IPO 要么就是 号召这个大股东 机构增持 等等 然后给政策 这个它来谈一波 谈到3300 这个3000以下 抄底人一看 差不多20%到手了 赶紧跑 3300以上的那些套牢盘 一看割点肉也跑 所以这筹码就砸下来了 真正的啊 这个新的力量 它是不愿意进去的 因为你还没找到市场底 进去的都是些强反弹的 强一段它就跑了 现在就是股市就这么个现状 所以说啊 很可惜啊 每次到这个时候 就穿援各种救市 就是不能让它一次跌个够 在2021年 如果直接让它跌到2700啊 说不定现在股市已经走好了 一个慢流 然后这个 加上监管 对吧 加上对资本市场的治理 重视啊 那么有可能 一个慢流 对吧 你不要跟印度比 也不要跟日本比 不要跟美国比 但是它是个 长期向好的这么个市场 就形成了 因为市场底已经找到了 跌无可跌 就是跌不动了 没人买 也没人卖 那个时候很多资金就进去了 已经跌透了 所以说现在看啊 它总是跌不透 那就意味着后面还有市场底 那真正的大资金是不会进的 大股东质押 该报仓报仓 融券的该报仓报仓 融资的该报仓报仓 对得有人去买单啊 本该买单的人他不买单 政府护着他们 难道你让新的人进去当解放军去买单 这就是问题啊 股市的治理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不是说明天就好了 你发个什么文件 把大股东给办了 欺诈善事 虚假陈述 做假战 操纵股价 一天把它全部消灭了 这不可能啊 然后你说把那些第三方惩罚他们 让他们更加中立 公允 这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啊 所以我认为啊 后市啊 如果这个利好兑现 那么他可能要谈个一段时间 两三个月 如果利好没兑现 那恐怕还有报复性的下沙呀 我们看看这个胡信老师 他的小作文 老胡说啊 今天我的成绩是回涨 2653元 总福亏68370亿元 这个老胡说啊 今天上午在股市的低点 继续增持股票 我上周注入仓内的12万元 已经花出去大约一半 我还会继续寻机继续增持 只至满餐 我这两次操作的原则都是 股市第一天大跌时不动 只要第二天再有较大跌幅 立刻下手 这两次操作 目前看在小时段里面都是成功的 这个不能不佩服胡义定啊 他已经掌握到这规律了 就是第一天如果暴跌的话 第二天在它低开的时候 或者低点赶紧补仓 十一八九会翻红 胡锦老师屡市不爽 平平得手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 如果你抄底抄进去的这个筹码 你不卖 那你不是白抄了吗 他现在增持的这一部分资金 实际上是套牢状态 对吧 他三周四买了一部分 他没有全买 肯定买了三五万的 当天就赚钱了 如果第二天一涨 两千八的时候 他跑了 那现在今天两千七百二十再进去 这样避免了坐电梯啊 就是他这个补仓的这部分资金啊 要不然你坐电梯有什么用啊 接下来到两千六 那不全部沉了吗 全套进去 升套 他说今天我的成绩是回涨 两千六百五十三元 总福亏六万八千三百七十亿元 连续几个交易日 我的个人表现都略好于 护士单日涨跌幅度 比如今天 我的个人涨幅就略大于 护士的百分之零点五三 我现在没法于大盘的走势较近 但我要努力于护士的 斩跌幅较近 力增少输给后者 然后等待大盘翻转 我个人就能跟着整体翻红 大盘早晚肯定有上涨 那一天我要防止大盘涨了 而我个人越跌越深 那胡锦老师 他不应该买股票啊 他买指数不就完了吗 很多这个基于护士的一些产品 他都可以买啊 他买股票干什么呢 所以胡锦老师现在有点错乱 他已经叫退而求其次了 感觉自己在股市里 真是一夜小舟 我努力把握小的方向 但大格局上只能随波逐流 所以我非常期待股市的整体翻转 期待中国经济重新走强 我深感自己在与中国经济的整体命运修气相关 这里面我帮胡锦老师更正一下 他说期待中国经济重新走强 这个说法不对 咱们的中国经济一直在走强 什么叫重新走强 咱们长期向好的局面不变 稳重向好的局面不变 咱们一直在走强 何来的重新走强呢 这个意思好像是咱们已经摔落了 然后再走强 这叫重新走强 所以胡锦老师这个炒股啊 已经把自己炒的这个警惕性啊 不高了 跟不上形式了 或者是有怨言吧 长期稳重向好的局面不变 这个是主基调啊 胡锦老师作为一个舆论战线上的老兵啊 捍卫守卫舆论边疆的一位坚强的战士 他怎么能出这种错误呢 这就是咱们俗话说的 就站着说话不腰疼 当胡锦老师拍钱的时候 他就发现以前很多说法不太靠谱 当他的利益受到损失的时候 他就腰疼了 胡锦老师这个小作文啊 实际上只是汇报了一下 他补仓了一个过程 但是他在昨天啊 或者叫今天上午 他发了一个 这个小作文 议论人非常多 胡锦说啊 他希望广大网友啊 广大群众 对股民网开一面 不要嘲笑他们 不要打击他们了 他们都是为国做贡献 现在赔钱了 你们还笑话了 这个不人道啊 我们看胡锦老师怎么说的啊 他说两亿股民 加上大量鸡民 他们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江山的一部分 他说这话一点没错 而且我要说 今天任坚持留在股市里 拒绝割肉离场的股民们 总体上是一个 对中国经济前景和国家未来的保持信心 以实际行动展现这些信念的群体 他们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盘的重要部分 也是当前社会信心的一个关键支撑 他这个说法啊 戴宇老师啊 汉马南老师啊 以及其他的这个爱国正能量大V是有不同看法的 怎么股民变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盘的重要部分呢 这股民在他们看来那是赌徒啊 某种程度上啊 确实也是赌徒 啥也不懂 拿着钱就进去炒 谷爱琳拿个金牌 圆岸股就能暂停 尔滨旅游火了一下 产板上就能连拉七八个暂停 这不就是赌徒吗 胡锦老师看不见吗 这些人来代替 当前的社会信心 这些人能代表市场经济的基本盘 那咱们市场经济那就是赌是吗 所以胡锦老师啊这个确实炒股炒糊涂了 屁股已经做歪了 他说我们党和政府很清楚 这个群体对社会信心的点滴贡献和汇聚起来的力量 并且高度珍惜这一切 我们的社会根本不存在牺牲股市和抛弃股民的选项 请一些人不要坐于社会市场经济路线南辕百折的解读 他们可以不买股票 但他们应当尊重现有股民的真正利益 而不是帮着做空力量进一步伤害中国股市 我感觉这个胡锦老师是在点名啊 汉马南老师以及戴宇老师 你可以不买股票 但是你不能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 南辕百折的解读啊 你说股市不重要 你说资本市场不重要 对吧 你说政府啊 故意的打压股市 故意的与美国背道而驰 美国在非理性的 疯狂的在推高股市 在聚集风险 那我们呢 为了跟美国抗衡 我们主动的让股市回撤 对吧 现在先撤到2700 再撤到2500 再撤到2000 再撤到几百 看美帝以后怎么样打击我们 那个时候只有我们打击美帝的时候 只有我们打击美帝的份 美帝打击不了我们 因为我们已经在地板下面 在地板下面 你看怎么打击 我们在地堡里面 就像普京躲在地堡里一样 我们已经进了地堡了 这美西方的股市还在天上飘着 随便打他一下 他就完蛋了 整个垮掉 咱们在地堡里面 多安全 这是戴宇老师的观点 所以现在是让大家 躲到这个防空洞 躲到地堡里面这么一个过程 虽然有点痛苦 但是大家也习惯 都是为股民好 都是为国家好 胡信老师说 我们社会根本不存在牺牲股市 和抛弃股民的选项 这个也不叫牺牲股市 也不是抛弃股民 这是咱们资本市场 是做一个武器 跟美帝斗争的武器 这不叫牺牲 胡信老师说 股民不是赌徒 股市如赌产 有着本质不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 大量实体 需要股市的支持 事实上 这些年 中国的市场经济 得到了股民的推动 中国股民对经济的贡献 远大于他们得到的回报 但是很多人 直到今天没有离开 就是因为他们 总是怀抱这样的希望 股市会好起来的 经济好起来 会影响股市的 国家会朝着 积极方向干预的 这些希望都是涌向社会信心的火水 缺了他们 社会信心会萎缩一大块 股民在以实际行动 颤响中国经济观明论 他们理应得到支持 增进和保护 关于胡信老师这段说法 我有不同意见 就是 从这个正能量角度来看 从这个发展国家经济 推动这个国家实体经济 蓬勃发展 好跟美帝做斗争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些股民 一天四个小时 风吹不着 太阳晒不着 雨也淋不着 就在那拿个手机 在那炒股 不是生产 也不去送外卖 也不去开玩意车 甚至 也不去学摄影 就在那扒着手机 炒股票 这个对社会经济有什么好处 如果我们提倡这样的 那大家都来炒股 14亿人 13亿人炒股 那这国家谁来建设 如果这个股市 什么驴马蛋子进来都能赚钱 你只要拿钱进来 一买就赚钱 那你说大家谁还去扫地呢 谁还去菜市场卖菜呢 谁还去送快递 都在那炒股 因为我只要拿钱一炒 我下个月 我挣的钱比我送快递 送外卖 挣的多多多啊 我还有必要去送外卖吗 还去扫地吗 我还有必要去上班吗 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 就开始忘公司赶 多累啊 我早上九点半起床 直接操盘就完了 我们到现在 无非就先告诉股民 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你拿着钱进来 不一定能赚到钱 所以你自己掂量掂量 你该干嘛干嘛去 对吧 你该去扫地扫地 你该上班上班 该996996 该去开晚业车 开晚业车 这个资本市场 不是你玩的 胡锡进老师啊 他已经退休了 他有的是时间 实际上他应该把时间 放到别的地方 不应该天天盯着这个股市 每天早上 九点半开始定盘 完了下午三点收盘 完了还要看国际新闻 看看这个最新科技 还要看看这个 什么量子力学 核聚变 然后再看看 国际局势什么 红海危机 八亿冲突 一堆啊 胡锡进老师 这样的退休人员 就应该去跳跳舞 广场舞啊 或者去学一学摄影 买一些摄影器材 没事到处去 组个局 给人拍照 这个不就是促进消费吗 拉动内需啊 说实话 胡锡进老师 他不应该出现在资本市场 他应该出现在 什么成都啊 太古里 背这个相机 戴这个帽子 穿着个马甲 在那逮着姑娘就拍 他应该干这个 然后发一发 在这个微博 和他社交媒体 这叫发现美 记录美好的生活 结果啊 胡锡进老师 他偏选了这么个赛道 资本市场 他现在已经赔了将近七万 这七万块钱 他要是摄影的话 不可能半年花七万呢 得拉动多少内需啊 胡锡进说 绝大多数股民 组成的是一个正能量群体 在当前行情下 是不割肉离场 甚至继续加餐的人们 应被视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阵地的坚守者和逆行者 从去年后期开始 国家不断地出台政策 从保护股民利益的角度 加快完善市场制度 重建资本市场的规则体系 但是那些行动还不够 股民们期待 这方面能够做得更好 我们相信党和国家 相信中国的未来 并且在用行动 用真金白银 表达这个信念 请国家和全社会 能够更加重视这个群体 给予更多股民应有的回报 说来说去就谁买单呢 给股民回报 那谁来给股民回报呢 谁来买单呢 职业无贵贱 怎么股民还有优越感呢 怎么股民就变成正能量群体 那搞摄影的 难道就不是正能量吗 跳观战舞的 那都是正能量 为什么胡一进 他炒股之后 他就认为股民是正能量 那胡一进去干啥 啥就是正能量 应该这个逻辑 总之 胡一进这个通篇文章 就是号召大家 希望大家要同情 这些炒股赔来的人 要给他们更多的回报 那问问胡一进老师 那那些炒房赔来的人呢 还有很多炒房跳楼的 很多房子被法院拍卖了 然后他一屁股债的 谁去同情他吗 要不要同情啊 股民在于实际行动 畅想中国经济冠名论 他们理应得到支持 增进和保 那房奴呢 房奴更是于实际行动 畅想中国经济冠名论 那他们是不是更应该 得到支持啊 尊重啊和保护啊 那这么说 那么人人都是要得到 尊重和支持和保护的 所以这样 你把股民和大家区分开 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社会每个人 只要在工作 甚至你没工作 你活着 那都是在为社会做贡献 那只要你活着 都是在畅想中国经济冠名论 胡信后来又发了一个微博 他说啊 老胡不主动号召任何人买股票 股市现在动荡和风险 明摆着 每个人都要小心 股市现在动荡和风险 明摆着 每个人都要小心 同时我知道 任在市场上的股民和老胡一样 唯一的愿望 就是股市涨起来 我们渴望各种做多和畅多的力量 那些在此时此刻继续做空 畅空股市的人 无论是出什么目的和心理 都不符合任留在股市上 善意股民的利益 同时 我们强烈希望股市的改革能够被推进 像吴小球 近日提出的那些改革举措 我们都支持 现在不在股市上 或者已经空仓的朋友们 消费股市当前的痛苦时 请克制 请为任被套住的股民们想一想 你们解脱了 但那些人还没有 大家都痛恨做空股市的力量 请那些朋友不要客观上做了唱空者 至少当股市出现反他的宝贵苗头时 不要从舆论上泼灭他的凉水 老胡为当下吃餐的散户们拜托你们了 这个老胡啊 他以为股市跌是唱空唱的 老胡甚至以为空餐的这些股民都赚到钱了 实际上空餐的股民 个个都是遍体鳞山啊 哪有赚钱的 都是赔钱出来的 人家现在割肉离场 他就等着你股价股指往下跌的时候 他再补回去 请问谁是做空呢 那你这个时候不让人卖股票 那不就跟那个房地产一样吗 政府不让这个开发商打折 不让降价 降价就不让你升交 股市流动性流动性 咱们昨天说了 股市它最大的优点就是流动性 流动性什么意思 就是有买有卖 你想卖马上就能卖出 想买就能买到 这是这个股市 这个资产的最大的优点 如果你不卖 对吧 你不号召大家都别卖 那实际上这个资本市场 失去了流动性 失去了流动性 那不就变成楼市一样吗 所以说现在卖股票的 不是做空 也不是看空 对吧 人家把股票卖掉 他认为还要往下走 那我在下面 我再把它买回来 这个对老胡来说 他认为你这叫做空 还有啊 他说啊 当股市出现反弹的宝贵苗头时 不要从舆论上 泼浇灭它的凉水 就股市真要反弹的时候 你就是说它跌 它也跌不下去啊 股市涨跌 不是拿嘴说出来的 如果拿嘴啊 能够控制股市的话 那股市早就上去了 这个宣传部门 喉舌 那都是政府掌握的 对吧 各个平台都是听政府的 大家只准掺多 对吧 掺到一万点 每天都是涨 它能涨上去吗 是拿嘴说出来的吗 所以说啊 这个胡锡老师啊 已经气糊涂了 已经肉疼啊 老胡为当下吃餐的散户们 拜托你们了 股市是各方力量在里面博弈 老胡啊 号召政府 号召股民 号召网友 做什么 实际上本质上都是希望干涉股市 你只要干涉股市 干涉资本市场 这资本市场就好不了 就这么简单 好 这期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